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数学很简单,我是赵中老师 今天是连续假期的课程,我先把客人做个调整 所以我们先前已经在3点那时候上了国一的数学,上了两堂课 上了一个段落之后,目前接着是上的是国二的数学 所以本来这个时段应该是国一的数学,我们做个调整的 连续假期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同学可能要做课程的准备 所以老师尽量就把那些课程提早先上完好了 当然各位同学在廉价的时候,如果你要复习数学 那还可以有一个参考这样子 那我们平方根已经教到平方根的应用了 那上次我们教的是十分逼近法,不是十分逼近法 那请同学那个方法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那个方法它会考你一些 就是像是证明跟说明的时候 它是不好写会有流程的 那我出了三个题目,请同学再把它好好看一下 当然今天还会再讲到一次 今天可能不会讲到,这个题目应该没有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在讲义的第七页 平方根的应用 那在上这一堂课之前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种概念 有一种概念是说 什么叫平方根 然后根号怎么去求解 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会上的比较迟理 那如果没关系 如果你有些落后的话,你可以去搜寻 就打数学很简单 你去找一下网路上面有个课程 就是会列出来 你找那个数学很简单 那课程一栏表 那里面就会有我这边的课程把它做个整理 可以找到之前的课程 所以你要去上之前的课程 可以找得到的 只要去搜寻数学很简单 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们看那个在第七页这边的主题五 好,这边要教的是平方根的化简 因为是化简就是整理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主题五的第一题 根式的化简 根号里面又遇到 根号三,减掉三 这还有一个平方 那旁边这一题就是根号 这不同题哦,另外一题哦 根号的三减拍的二次方 好,这两个题目其实一样的题目啊 只是一个有π 一个是有数字而已哦 不过它的思考的原理是差不多的哦 好,那看左边的这一题哦 这是第一题哦 而这第二题哦 好,老师有说过呢 我们在处理根号的时候呢 根号跟二次方 二次方是根号的杀手 可以对杀、对消 可是你要注意哦 如果它是二次方在外面的话 直接去掉没关系 可是二次方在里面的时候 它意思会不一样 因为这地方可能是负等 因为可能是负等 经过二次方变正的 开根号这样没问题 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二次方根号抵掉之后 会出现一个问题哦 因为这东西可能是负等 为了确保一定要正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把它抵掉之后呢 一定要加绝对值 变根号3-3 那根号3-3的话 根号3跟3谁大 如果你不知道谁大的话怎么办呢 可以多平方做比较 像这个平方变什么 根号3的平方 根号3的平方 就是3 那3平方呢 平方之后是9 所以你看哦 平方之后是3比较大 它变成9 根号3平方变成3 它比较小 所以相减是负的 因为是小减大 对 小减大绝对值是负的哦 那怎么办呢 我要写正的啊 那就猜绝对值以后呢 就到过来写 所以小减大猜绝对值之后 会变成大减小 因为变好的关系哦 所以就会等于3-3 根号3 为什么变这样子 是因为说 我们把它加负号 我把这个根号3-3 前面再加负号 为什么加负号 因为它是负的啊 小减大是负的 我要变正嘛 所以前面加负号 让它负负得正 所以拆括号之后呢 负负得正正3 负正得负-3 所以答案是这个 3-3 好 好 再我们看那个下一题哦 第二题的话呢 3-π 開根号 答案多少呢 好 我们这样做哦 二十方根号 一样可以把它抵掉 但是你不要忘记啊 它这出来一定要变正的 所以变成绝对值的3-π 那3-π谁大 要先考虑它们大小问题 哪个比较大 答案是π比较大 因为π是原重率啊 它是3-141592流 无穷无尽的 无限 不会循环的小数 所以这个比较大 那这比较大的话呢 是小减大 所以拆绝对值 怎样 变大减小 所以答案就写这个 π-3 理由跟它一样 加负号就好了 好 这是主题五的这两题哦 叫根式的化解 好 真的我们看那个 在第七页 讲义第七页这边的 平方根的化解跟求值哦 那求值就是求x的答案是多少 就是求它的值是多少 好 那我们看那个 这边的题目 他说假设x为一个整数 那根号x平方加3等于8 要求x的值是多少 好嘞 所以我们这边都遇到很多一些 根号里面有二次方的问题哦 那包含像这题也是啊 他说根号的x平方加3 会等于8 然后求x的值多少 对 那我们做法呢 当然先把那3移走啊 那3看起来矮眼嘛 先移走 加3移过来变3 所以根号的x平方 就会等于8-3是5嘛 对不对 好变5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说过啦 二次方是刚好的杀手杀了吧 杀杀杀杀下去的啊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x出来要变正 要一定要正的嘛 要确保他要正的 所以要加绝对值 因为他一定要正的 然后等于5 那这边国以有做够吧 拆绝对值 右边加正负 好 因为正负5的绝对值都是5啊 所以s答案多少 s答案叫做正负5 因为正负5的绝对值 答案都是5 所以s答案有两个 叫正负5 好 这是那个 左边的这题哦 好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右边这题哦 呃 他说 x为一个整数 好来另外一题哦 你看这两题可以做比较哦 一个题目呢 是这一个 我们给他做比较哦 我把它切开来 做比较 来 另外一个我写这里哦 他说 根号x 这另外一题哦 根号s加3 等于8 除x的值 你看就差一点而已啊 这个有二次方 这个没有啊 那答案怎么写的 会不一样会差很多 你看哦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我把这个3先移过完 减3 好 所以根号x 就会等于5 x3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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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号多少变成5 25嘛 对不对 你说你不会写 先想想 两边都平方啊 这边给它平方 这边也平方啊 根号s平方变什么 变x 要不然这绝对值 不用加 因为2次方在外面 这样出来一定会正的 而且这个x不能是负的 因为你只有写刚号x嘛 这个就不允许是负的 那这个的话55呢 25 所以x答案是25 你看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以左边来看 这是正负 这个是25 那为什么一个要加一个不要加 我大概这样解释给观众一下 因为我有讲过耶 上次我有解释过 对不对 然后你们可能 已经忘记了 没关系 我再讲一次好了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根号里面有2次方 它要加绝对值 根号外面有2次方 它却不用加 就是两个条件 一个是根号x平方 跟根号的x平方 这两个都平方啊 那为什么x要加绝对这个不用加 那哪个要加哪个不用加 你看喔 这个 你看喔 这x可以是负数吗 不行 因为不能是负数 所以x也不会是负数 所以你2次方根号底调之后 答案就是x 可以这样写 但这个有问题啊 这x可能是负数啊 所以平方做开根号 你这样底调不能写x 所以要写绝对是x 那你就问我啦 好老师 为什么这个可能是负数 因为你看喔 如果今天这样写好了 我写根号的负3 在平方 再看这个喔 根号的负3 先看这个好了 这里面可以这样写吗 不行 所以这里面也不能写根号负3 所以这样都不行啊 这样不行所以x不会是负的啊 所以你一定要变正的嘛 所以这个一定要写正3 它不能写负3 因为里面就不能是负的啊 所以经过2次方之后呢 经过2次方之后 2跟根号 根号去掉啊 去掉取消答案 比如说3 所以就直接写答案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就不行 为什么这个可以写负3啊 你没有说要2次方先 所以负3经过2次方 变成正的9 正9是正数啊 9开根号变什么 会变成3 对不对 可是你说 你把它拆绝对值 你把它拆根号 根号叫2次根号底掉之后 你就写个负3 那就不对了啊 所以它不能是负3嘛 知道给它加什么 加绝对值 让它确保一定要正3 比如说因为这个 这样的写法 x 可能是负数 所以要确保一定要正数 要加绝对值 那这个就不用假 因为这x 肯定它不是负数 这样清楚吗 它的差别在这里 好小小的差别 可是这个东西很重要 一个要加绝对值一个不用假 好看那个第7页 第7页的话呢 这边要讲那个平方跟比大小 平方跟怎么比大小 还是可以比的 基本上我们都是给它二次方来比 如果说当下看不出来 它们大小关系的话 全部给它平方之后再来比 像那个第一题 A4 1 加 根号2 B 的话 1 加根号3 C的话 根号2 加根号3 好 这个要比大小 这个就很容易比啦 来来来 这个 看这里哦 这两个先比 A跟B谁大 一定是B大 因为都是1 这加根号3 根号3大于根号2 所以B会大于A 你两个做比较 这样看 那再来BC做比较 BC比谁大 这两个根号3就不用比了 对不对 比前面那一个啊 根号2大于1 所以C又大于B 所以根据第一律 C大于B大于A 好 所以这种比较好比则直接比 你就不用特别写什么什么原因了 就可以按照那个方式把它比出来 这OK吗 OK 好 好来第二题打星号 这个以前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当你遇到你当下无法看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样比大小 你现在第二题啊 根号5加根号6跟根号11比大小 没有没有计算机可以按 你怎么知道他们谁大谁小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我们会这样做 所以当你无法当下看得出来 谁大谁小的时候 根4的比大小 就要给他加平方的 好 你看哦 左边的这个是根号5加根号6 右边这个根号11 谁大不知道 加平方 所以左边这个呢 是根号5加根号6的平方 右边呢 就根号11的平方 那平方出来大的 当然就是大的数嘛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想了 好 目前这样OK 所以左边这个呢 带乘法公式 乘法公式我们刚学的 热等等 那是不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a平方是a a是根号5 根号5的平方就是5 好因为我们说 根号5的二次方 而不就5 再加上2ab 2乘根号5乘根号6 2乘根号5乘根号6 再加根号6平方答案就6 你把它整理一下哦 答案多少 会变成11加上2 如果说你没有学过根式的乘法 没关系哦 你这样写还是可以 那如果要整理的话 可以这样整理哦 都有根号里面互乘 5 6 30 叫根号30 这个呢 乘法应该会摆在2之2 才会上到 好 所以它变成11加2 根号30 那这个乘出来答案多少 答案就11啊 对不对 比较一下谁大 当然这边大嘛 因为它多了2更号30 它这边就11而已啊 对不对 11跟11都一样嘛 这边还多加2更号30 所以很明显左边大 所以是更号5加更号6 大于更号11 好 这是比达小 当你遇到 当下看不出来的时候 就要把它平方做在比达小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第8页 好 看了第8页 第8有我们看那个 的第一题 这边题目都很棒 都不错 也是一些 所以一开始的更式 其实更式的运算 比较复杂的运算 会在2g 一下子要分母有理化 一下子要那个什么写导书 画简 那就比较复杂 好那其实我们2g 还都很简单 来看那个第一题 他说设z为整数 然后有个范围 第一题 他说6会小于更号4z平方 然后小于12 z是整数 那z答案多少 好同学来 你们认为怎么做 其实我们认为更号很碍眼 看到更号就不会处理 很碍眼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都平方 所以平方平方平方 6平方 6636 这边也是都平方 我这样写好了 第一步 全部都平方 因为这样子我也不会写 好全部都平方 那平方的好处 至少可以把更号先去掉 对不对 所以你平方照看 来 6平方 6636 那这个的平方变什么 我有说过 平方 这个的平方是 可以把更号去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去掉 然后就是 因为这个z二次方是正的 所以这个就不用加绝对一次 而且这本来就是一定要正的 所以去掉之后就写4z平方 4z平方 右边是144 好再来全部去除以4 除以4 因为这有个4在 全部除以4 除以4 第一个变什么 4936 这个除以4 变z平方 因为我全部除以4 这也除以4 这也除以4 这也是除以4 右边的话是144区除以4 144除以4答应多少 4624 不不不 432 3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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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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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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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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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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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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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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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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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放的這個範圍 那無條件捨去嘛 所以它也不會禁問 就捨去 所以最小可以到哪邊 可以到1.3 那有沒有等號 可以等號 也可以1.30 一樣捨去也是1.3 這邊1.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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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1.4了 只要比1.4小 就是捨去了 變1.3 然後變這個答案 好再來一樣 為了要把那根號去掉 看到就很煩嗎 怎麼做 加平方 因為平方可以把根號給去掉 對不對 所以很聰明嘛 都加平方就好啦 所以這邊1.3 括號要平方 少於等於 這也是給它加平方 因為平方是去掉根號最好的方法 右邊也是1.4都平方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寫之後呢 中間這個平方跟根號 負底 變什麼 a 右邊的這個 上次有教你們 變那個14的平方還記得嗎 14平方多少 是不是96 對 196 但是它是1.96 因為它這邊是小數點在這裡 平方變兩位小數 那左邊這邊的話呢 1.3平方多少呢 13平方是169 所以變成小數之後 1.69 兩位小數 再來 全部都乘以10 乘以10 左邊這個叫做16.9 小於等於乘以10變a了 這邊乘以10 叫19.6 加a 他說要挑整數 那你認為a是誰 16可以嗎 16沒有大於它不行啦 17可以嘛對不對 18也可以 19可以嗎 19還是小於它可以喔 所以答案是1718跟19 而是它問最大跟最小 所以最大寫多少 最大你就寫19 最大 最小是這個 答案是17 所以最大19 最小17 全部答案自己1819 好 這是那個 第二題喔 好再看看第三題 第三題是很經典的一題喔 這個題目常常出現在一些考卷上面跑出來 所以這題很重要 這個命中率超高的 很多的一些版本的考卷都有這一題喔 好 如果有的話 先打信號打起來 打五顆星號 第三題是很重要的一題喔 其實我們更式的題目真的變化蠻多的 所以這邊講完之後 我們下禮拜時間夠 我會再看各版本的習作 有沒有什麼更式的題目比較有趣的 我會拿這邊的就講解喔 好看那個第三題 我把題目整理一下 題目說是 根號的720 它很好心耶 它說根號720的近視值 先給你了 就是26.8 26.8多啦 後面很多它不寫了喔 然後呢 它說要讓 根號720 乘A 然後 然後 根號的 b分之720 然後 然後 根號的 720 加C 還有 可是 根號的 720 10 減低 好 先把題目整理一下 好 然後呢 要讓這四個 都會成為正整數 那 ABCD要最小 就是 A越小越好 B越小越好 C越小越好 D越小越好 然後這開根號都變整數 然後再來去求 根號的 A加B加 C加D加E 的值為多少 所以重點不是後面哪一個 重點是說 你怎麼樣去把那個 ABCD給找出來 對不對 好來我們這樣看喔 根號720 跟根號的 B分720 這兩個可以一起做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要先把 720 寫短處法 要寫出它的一個 標準分解釋 我們在國一有學過 720 的標準分解釋 用什麼處 可以用2處 反正2一直處 處到底啊 2不能就換3嘛 就一路這樣處下去了 好 然後寫比較快 所以它是 看幾個2 所以720 有幾個2 4個2 2個3 1個5 所以720的標準分解釋 它是 4個2 2個3 1個5 好1個5 你看喔 那你現在開根號 根號720乘A 它為什麼它開不出來不整數 因為720乘A 你看喔 720乘A上面喔 720的成分有誰 有2個4 有4個2 是開得出來 開根號是2個2個出來 就是次方除2嘛 它可以被整出來 3的二次方開得出來 5怎麼樣 怎麼只有一次方 一次方你就開不出來啦 對不對 所以你就卡在這個開不出來 你現在有機會給它乘A 你需要A是誰 我當然需要A就是5啊 如果A是5的話 它就變5的二次方 就開得出來啦 對不對 所以答案 第一個答案 我們需要A是5 因為它會變成 那第二個答案呢 它說 也要讓這個 B分之720 要開根號開得出來 它出來是整數 好 結果我們算一下喔 一樣我把720換掉 換成什麼 換成這個 24次 乘32次 乘5的一次 然後這開出來變整數 那你看了嘛 244開出來整數沒問題 偶數次嘛 偶數次 5啊 5就單數一個啊 那怎麼辦 你剛好有除B的機會來了 這B是誰最好 那B不是5最好 如果是5的話 5跟5月掉啦 就沒有5啊對不對 所以我當然說 會希望說 這個B它就是5 因為當B是5的時候 5跟5月掉 前面都開根號開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A跟B答案會一樣 好 看來下兩個 根號720加7跟720減低 那看到這邊來了 你根號720的近似 4值是26.8 那26.8 會夾在兩個整數之間 一個是26 一個是27 所以你要怎麼算 你要算26平方 跟27的平方 好 那26的平方答案多少 26的平方 跟27的平方 因為這兩個都是完全平方數 那也是符合這個條件 在26跟27之間 這26.8的這個數字 在2627之間 所以我就算26平方27平方 找這兩個完全平方數 262是多少呢 答案是 576 676才對 背錯了 676 那27平方沒有背到 自己算一下 27乘27 7749 近2 189 2714 近1 224 5 25 加起來 927 729 好 我把這邊删掉了 所以你看 所以代表說 根號 676 就是26 對不對 根號729 就是27 對不對 沒有說法 那你看 這要求根號720加C 你看 根號的 720加C 你覺得這C為正整數的話 你希望加C變成這一個 還是這一個 是729還是676 當然729 676是比它小怎麼加 不能加嘛 所以當然說 我會希望根號720加C等於729 所以C答案多少 C答案等於9 因為720加C 我希望它剛好是729 如果是729的話 就開出來變27啦 所以C答案就是9 所以C是9的時候 相加變729 開根號開出來 就是27 這個意思 好再來 720-D 我當然希望 減低變成676 所以我就直接寫囉 這個是根號720-D 所以我會希望說 720-D 它就是676 那這樣D答案多少 移過來減 720-676 720-676 減法 4 1 寄給它了 再跟它借 它就沒了 它是6嘛 它變成11 1 44 所以答案44 好 那我們解說來了 就是說 A45 B45 C49 D44 加它問什麼 它問什麼 根號的 A加 B加 C加 D加 E 題目是問這個 根號的 A加 B加 C加 D加 E 那我看會變更號機 通通帶進來算對不對 A是誰 A95 B呢 B也是5 A45 B45 5加5就是10 10再加C 加9 就19 19再加1好了 20 20加44 答案是64 對不對 根號64答案多少 答案就是8 好 所以老師解答給錯了 我先給什麼更號意思 答案是8還對 所以有解答的同學看一下 這正確應該是8 那個 A A是5嘛 B也是5 5加5就10 C是9 10加9 19 先加1 20 再加D 第44 2加44變64 所以剛好64答案是8 好 第三題答案是8 才對 好 看那個第四題來 好 這邊好了嗎 這題很經典喔 請你學起來 因為很棒的一題喔 OK喔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下一題喔 下一題呢 講的是那個代數 就怎麼樣去求那個 他把A 就是把位之數 用F 根號來代替 然後去求值 我先把黑板擦掉好了 等一下 剛剛靈骨塔來打給我 這個業務很認真的 我沒上課沒打來 我一上課就打來 好 嗯 我這樣那個 我剛剛停一下 結果畫面有落差 等我一下喔 設定一下 好了 差不多了 好 好 第四題 A會等於2加 2加 更號2 要求 A-2 跟乘上 2-A的值 是多少 好 雖然題目說呢 A是2加 更號2 那也是老師 我把那個 A用2加更號2 代替可不可以 可以喔 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剛剛沒這樣想的喔 我剛剛是想說 你看喔 因為A是2加更號2嘛 我把2往前移呢 往前移變什麼 A-2 等於更號2 換句話說 看到A-2 就是更號2 看到A-2 這個答案是更號2 再乘這一個 那2-A呢 看這裡喔 A-2 2-A 插在哪邊 插在符號不一樣有沒有 那 -2-A 插個符號 給它全部乘符號啊 乘符號之後 -2 變正2 乘符號之後 -A 變符A 乘符號變什麼 -2 所以2-A就是負更號2 所以後面這一個呢 它是負更號2 那把它乘出來多少 第一個 正負得負 更號2 乘更號2 答案是更號4 這是2的意思 所以答案是2 叫做負2 這是第四題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 再來我們看一些那個 各校的段考的精選題喔 很多題目都很不錯 很多題目都很不錯 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 在第九頁 目前講的是平方根的問題喔 好 第九頁呢 這是一個是非題喔 他說 挑錯的 然後錯的有幾項 有幾個 好 那個 假他說 -3是更號81的平方根 你認同嗎 好 -3是更號81的平方根嗎 -3 這個數字 它會不會是 更號81的平方根 好 首先呢 它的問題在更號81 更號81誰啊 不要它喔 把它劃掉 好 所以 -3是9的平方根嗎 是啊 9的平方根有正負3 負3其中一個 當然可以啊 所以那個假的說法是對的喔 這個是假的說法喔 假OK 好看乙的 乙說 乙這樣說喔 他說 -84 64的平方根 對不對 對 64開根號加正負 正負8 可以喔 所以假以都對 再按柄好了 2又3分之1 是 4又9分之1的平方根嗎 好 首先是不是要怎麼知道 怎麼判斷 把這開根號加正負 問題是喔 這個開根號加正負以後 會變成2又3分之1嗎 成不成立 好嘞 如果這個要變成 要開根號怎麼開 這有沒有寫過 它變成根號的假分數喔 9436 再加1變37 結果你發現它3C跟我們開不出來啊 9開得出來3C開不出來 所以不會變前面那一個啊 所以秉是錯的 秉不對 再釘好了 那釘的選項是說 負1又2分之1 他說是2又4分之1的平方根 你認為這對不對 好 因為要挑幾個錯的喔 目前一個錯 那是不是怎麼知道呢 一樣 開根號加正負 他說這個是它的平方根 所以把後面加根號加正負 對不對 那這個要變怎麼 這個要變假分數啊 叫做根號的4分之9 這可以開喔 分子分母分開來開根號 所以分母的4開出來變成2 9開根號變成3 叫做正負2分之3 那跟它有沒有一樣 一樣啊 你把這邊帶分數 就跟它一樣了 所以目前假以釘都對 只有丙不對 一個不對齁 所以答案選擇是一個不對的齁 這樣知道嗎 再看那個第二題齁 好 第二題呢 我們看那個 題目來喔 誒 這題有意思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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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然后这边要求的是说 134.16的平方 结果是多少 那怎么作答这一题 因为 因为根号180的近视值是13.416 这是134.16 我们这样想 那平方我就先放外面好了 放外面的话 这个134.16 可以用这个来去改 这个乘10倍变成它 所以它是这样子 是10倍去乘上13.416 10倍乘13.416会变成13.16 没错吧 然后一样是二次方 可是我干嘛这样写 因为我这个写了这个13.416 我就可以用什么 根号180取代 所以它变成 10乘上 根号180 然后再二次方 这二次方如何 你拆括号之后会分配下去 所以这也要二次方 这也要二次方 那10的二次方多少 10的二次方符就100 再乘上 根号180的二次方呢 那就180了 所以100乘180答案多少 18000 所以它的近视值应该是18000才对 答案可以选的是B 选这个答案 可是有问题啊 这怎么等号会成立呢 这等号不成立啊 你看 这个是有小数的也 那你平方之后要四位小数 你小数也 怎么不见得 因为我们刚刚取的是近视值 所以这里正确要出 要这样出 这都要加近视值的符号 才对 一开始有加近视值 这个没有加就不对了 所以 它题目这个 要加近视值 等于多少 会比较好 所以它题目没有出得很漂亮 这个原理出得漂亮 可是它的符号没有给对 要加近视值比较漂亮 这是第二题 好 我们看那个第三题 第三题讲的是那个 根号比大小 根号比大小 我们刚好说过 在你不会比的时候 就给它加二次方 再来比 很多时候那个根式比大小 你比不出来 就给它加平方 就可以比了 好 我们看那个 第三题 它就说 A会等于根号的 0.09 然后B 会等于根号的0.9 那C就是0.9 然后呢 要比较ABC大小 没有啦 这样看不出来啦 你这样用力看 用力看 你也看不出来大小关系 这看不出来了 所以你要去整理它 怎么整理它呢 我们去算哦 算A二次 B二次 C二次 把它乘出来 看谁大 你平方出来越大的数 它开根号也是越大 好 好 那开始咯 这平方变什么 这平方之后 根号就不见了 会变成0.09 这平方之后 根号也不见了 变0.9 这平方之后变什么 小心哦 它没根号 它平方变什么 它变成 9981 两位小数 0.81 那你看谁大 是不是这个最大 这个大于C大于A 所以是BCA B大于C大于A 所以开根号之后呢 它的排序会一样 所以答案选的是这个 B大于C大于A 好 翻到那个第十页来 我现在讲的是那个平方根的应用 好嘞 第十页这边 好这边好咯 这很多题目都很棒的 我们好好的看一下 看平方根除了比较简单的运用之外 它在出考题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出 好看那个第十页第十页第四题 第十一月第四题 3 小于 根号 n 小于6 n有个条件 n是正整数 那么n会有几个 可能很多格 它的答案有好几十格 有两三格的 我们看一下 这样怎么做 因为刚刚有说过 你看到根号不会处理怎么办 通通给它加平方 因为平方是根号的杀手 所以用平方来处理掉 根号 所以给它加平方 3平方 这一样写小于 根号 n 怎么样 也要平方 全部都平方 6也是 都给它加平方 因为平方是根号的杀手 这样最有效 3平方339 中间这个 2根根号可以抵掉 抵掉这边n了 右边这个6平方 66 36 因为它好说n是正整数 那你看哦 你的n从哪边开始 从10开始 10 11 12 13 1到哪边结束 到35结束 也就是说它头尾都不算 所以我们要算n的个数这样算 用36去扣掉9 因为头尾都不算 再扣1 如果这边有等号的话 一个有等号 或这边有等号 就相减就好了 如果两边都有等号的话 相减要加1 有点像算日期一样 1号到6号一共有几号 不是 1号 2号到5号一共会有几天 2号到5号 5减2是3 它不是3天的 它是2345会有4天 所以这两边都等号的时候 很像算日期 9号到36号 可是没有36号 就说它是要相减再加1 那这边是两边都没等号 所以相减要扣1 因为头尾都不算 相减再扣1 变36减掉是26 所以这样的n有几个 答案是26个 这样目前为止OK吗 那个清楚 再看那个第五题 这边很多一些是那个 平方跟着一一的用法 平方跟着应用 好我们看那个平方跟应用的 第五题 第五题呢 它说乙之 乙之-9是4a减3的平方跟 5 负9是4a减3的平方跟 好 然后呢 根号的4b减3 这个东西呢 它是9的正平方跟 那要求ab的值 好嘞 那这个就看起来好像很难对不对 其实你就是想嘛 负9是4a减3的平方跟 那我先问你啊 负9是谁的平方跟 谁的平方跟会是9的 答案叫做81 你怎么做 负9平方变81啊 81的平方多少 不是81的平方跟多少 正负9包含负9 对不对 所以4a减3 这个值就等于负9的平方 他说这个是他的平方跟 代表说前面这个平方变成他的意思啊 所以负9平方变成4a减3 好 先求这个好了 把它算出来 所以4a减3就等于9981 4a会等于减3一块加3变84 所以a多少 4一块除以4 a是21 好那第二个 那题目说 根号的4b减3 是9的正平方跟 那你要先想啊 这两个到底什么关系 这个是他的平方跟 代表说前面平方变成9啊 所以是变成这样子 根号的4b减3 他平方之后会变成9啊 因为这个是他的平方跟 做法跟他一样啊 对不对 你说负9是他的平方跟 所以负9平方变成他嘛 这个是他的平方跟 一样啊 这平方变成9啊 平方变成9 拆2次方跟 根号比掉 所以4b减3等于9 减3一块加3 4b等于12 那b多少 4一块除以4 答案是3 所以a是21b是3 他要问什么呢 他要问说哪个正确 你就找答案吧 a除b是7吗 21除以3 对啊 所以答案选这个 其他都不好 这个OK吼 好 再来看我们看下一题 因为我们现在不教插表 我觉得那个平方跟很好玩 我现在以前都有可以插表 就是会教你怎么去插表 可能这插表太烂了 这烂招 因为都有计算机 还查什么表 以前可能计算机不普遍吧 所以才要查表 去找答案 就是他写更号3 就是他列个表格出来 查更号几更号几要对表格 因为计算机很方便嘛 所以那个查表是多余的 没有人在查表的 谁在那边查表 很好笑 所以那个查表的题目 就通通全部消失了 那么这一题他就是延续 以前的查表的精神出的一个题目了 那什么叫查表 那什么叫查表 同学可能听不懂没关系 你有空可以去查一下 Google一下什么叫查表 更号的查表 来第六题 根号180的近视值 近视值 我叫写近视值 13.41 根号X的近视值 是1.341 然后呢 他说哪一个最接近 这个X的值 那我X答案多少 好嘞怎么做呢 你看哦 我们先观察一下数字的感觉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在 它有倍数关系在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个除以10变它 那我就这样写了 我都把它先除以10 因为你知道求X吗 好嘞 我就把那个根号的180 这就写等于好了 等于13.4 它的近视值是它 写等号好了 好那因为它写1.341 为了要跟它变一样 因为我是要求刚号X的答案 看X答案多少 是要求刚号X没错吧对不对 好 所以呢这个刚号X 我就把这个先去除以10 除以10要这样写 除以10 对不对 这也是除以10 好那你看哦 这个除以10变什么 就符合这个条件呢 根号1.341 代表说这个除以10变什么 这个全部呢 就会等于这个东西 叫根号X 好代表说 根号X 它就会变成 10分之根号180 所以根号X 就等于10分之根号180 可是我是要求X啊 怎么做呢 也可以这样做 你要把根号去掉对不对 我说过 二次方是根号最好的杀手 所以派二次方来杀它 二次方下去的 这也是二次方 两边都二次方 二次方变什么 变X啦 右边的二次方呢 好你看哦 10的二次方加100 刚号180的二次方 就是180 因为二次方是刚号的杀手 它只上了二次方 180还在 然后这个要变小数多少 1.8 所以X的值 1.8才对 1.8选哪一个 有答案吗 好 这样OK吗 这题 第六题 好看那个第七题 第六题好咯 好 下几点 好了 继续哦 第七题呢 它说A为正整数 求这个的值 其实这题蛮有趣的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那个 十分逼近法 当作选择题在考的 我先把它拆掉了 这是第六题 好我们看那个第七题 哦 题目是说那个第七题哦 A少于根号53 然后又少于A加1 求A的值是多少 要求A答案多少 好那你看哦 那A要整数吧 A会正整数 没错 A要正整数 那你就想 根号53 53 会借在哪两个平方数之间 这很像考到十分逼近法 对不对 你那开始背啊 5525 6636 7749还没到 8864 超过的 7749 所以这边是 根号40 7749 所以它是7点多 7点多 对不对 7点多 然后8864 就超过的 所以7跟8之间 它会借于7跟8之间 根号53 借在7跟8之间 他说那A是谁 那A不就7了 因为A是7的话 7加1不就8 所以A答案是7 符合啊 好这样就这样 所以他说A多少 A答案就是7 8题 这OK吗 好 好看那个下一题 第8题 哎呦 这题呢 他把竖线跟根号 都一起出题 竖线是没问题的 是根号有问题吧 所以我把那题目 先操一下 第8题 同学有讲义的 可以把题目先看一下 好 那其实能写的 尽量先写啦 就不要先等老师讲 其实很多题目都这样子 你要自己先思考先想 你自己想出来答案都最棒的 不是我讲的 是你写出来的答案 你会的都是最棒的答案 但是你听老师讲就也不错 就把它吸收下来 如果你真的不会解 就听我讲解 那我的方法你觉得可以用 好用 你就把它吸收下来 好 不好用跟我讲 好来 我来检讨 第8题 这边呢 他有一些根号 有根号五 还有 Siri有讲话的 他会自言自语 好 有根号五 根号七 根号十一 根号十三 根号十七 那么多 根号十九 根号二三 根号二十九 5 7 11 137 19 2329 是吗 好这么多个 他说呢 这些点呢 他如果画在数线上 会位在AC上的点 A到C的点 所以他给个数线 你去查一下A多少 A答案我们去查 A是2 然后那C多 C去查答案是4 好 那我问你啊 这边的根号里面 他开根号开出来 是2跟4之间的答案有谁 那你要怎么做 你当然反过来做啊 你把它先平放啊 2是谁的平方 不 2是谁开根号开出来了 根号4嘛 2平方不就是 根号4变成2 那4呢 是根号几 4平方不就是16 是不是根号16 比如说你上面的答案 只要介于 根号4 根号16之间的 都选了啊 所以根号5有啊 根号7有啊 根号11有 根号13有 根号17超过了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只有这4个有 答案要选先几个啊 答案选4个 这样子OK吗 这第8题 好第9题 这都是一些比较根号 比较灵活的初题的方式 那我们看隔地9题 我们课程有做调整一下 因为这时段本来是上国一的数学 但是因为老师 那个国一的数学的课程 就比较多 所以我就提早先上课 所以已经上完了2小时的课程了 所以我们就也提早先上 那个国二的数学 所以今天国三 因为国三我们进度已经到了 现在只是讲习坐 那我们就国三今天先休息 因为明天就连续假期了 同学可能都开始准备 心都飞走了 要去玩了 所以我们就上到今天的 国二数学 就下课 然后等到下礼拜再来正常上课 好第9题 他说已知A是直数 还记得什么叫直数吗 除了E和本身以外 没有其他因素 称之为直数 这是直数的基本定义 在A到直数 好他说A是直数的话 A的可能直为谁 为了要求A的答案怎么找 看到更号很烦对不对 都平方了嘛 所以这样做 全部都平方 因为平方是更号的杀手 平方就把更号都去掉了 所以第一个平方变什么 6平方6636 根号A的平方变什么 2根根号比调 答案就A 7平方多少 7749 那我们A要找的是直数 而且要介于32跟49之间 你会数了吧 32过来37 37直数可以 那偶数都不用想的 还有39 39不行 41 41可以 还有43可以 45被5出不行 47可以 好多耶 48不行了 不用想 偶数不要想 所以答案就这四个 3741 43 47 好 所以也是蛮好玩的一题 不是很困难 对不对 好再来 再来 我们看那个 12页 好 继续讲好了 把12页讲完好了 看看12页不是很难 把它处理到下课好了 来 我们看那个第10题 因为你的题目还不错耶 多教一些 你们就知道一些题目都很简单 你就不用怕了 你题目做太少 不懂才会怕 题目做多之后 你发现就这样子处理啊 没什么好怕的 看到你就会写了 看到不会写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写过嘛 这个感觉像什么 就好像说 你英文不会对不对 拿来英文说明书 看不懂那很正常 因为你就不会嘛 你怎么知道英文讲什么 就好像老师我不会韩文啊 你给我韩文的说明书给我看 我也不懂啊对不对 你说我很笨嘛 对我很笨啊 因为韩文我不懂啦 数学也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不懂啊 你没有学过啊 所以你不会嘛 那很正常嘛 所以当你不会怎么办就学嘛 所以老师如果韩文看不懂 就学韩文嘛 你日文看不懂 学日文啊对不对 一样的数学不懂 没有不懂就学数学嘛 把它学好来就好了 所以不用担心数学不好 学起来就对了 来看看这题好不好玩 这题不错玩耶 对不对 这题我们刚刚有讲过那个二次方 在根号的外面跟根号里面 它情况是不一样的耶对不对 如果根号在那个二次方 根号 根号里面有二次方的话 虽然这两个可以杀杀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可能是负的 所以一定要加绝对值 变成绝对值的a-9 再加上 虽然这个二次方根号可以杀杀 对但是不行啊 要加绝对值 因为确保它有正的 所以要写a加6 写完这我们看一下 x的范围在-6跟9之间 所以这两个的绝对值 一个有正 可能有正跟负的问题 要先考虑一下 如果它是负的 猜绝对值 就要加负号 如果它正的 绝对值装饰品 就不要理它 直接猜 你看 a小于9 这个比9还要小 小减大 这个是负的 它比9还要小 所以小减大这是负的 a加6 s大于负6 你比负6大 那你加6是不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既然正数绝对值不受影响 所以后面那个绝对值 直接猜 就是6a加6 直接猜 直接猜 因为它正的不要理它 但这前面有问题 小减大猜绝对值 改为大减小 所以是9-x 有学到吗 小减大猜绝对值 改为大减小 变9-x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就发现x刚好相反数 就是命中注定要把它消掉的 所以9加6 答案交15 注意是9加6 你不要给我看为什么 9-6 就真的8下去 不对 这负的是x用的 所以是9加6 答案15 这是第10题 这样有听懂吗 好 我们再讲 还有两题 我们讲完再下课了 但你想偷跑我也没办法 我们就 我老师把它先讲完了 老师没办法偷跑 我就认真把它上完 好看那个第11题 随意体 根号的x-2y 加1 加x 等于2y-1 哦 这有复杂哦 求2x-4y 加5 会等于多少 好 来同学你有什么想法吗 完全没有想法 对 怎么这样 怎么长这样 怎么长这样 好了把它整理一下 既然它都长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整理啊 所以前面的刚好 我先留着好了 后面那个我把x先移走 先移走 移走 移走 移走会变成 负x 加2y-1 你们感觉这两个很像 哪里像哦 要不要插个负号 这个是 你的sy常数 正负正 负正负 有没有插个负号而已啊 我把负号提出来 提出来 照片x-2y-1 看看是不是怪怪的 根号里面这个东西 开出来跟根号里面这东西一样 而且还可以加负号 什么数可以这么神奇 开根号 根号还开出来一样的 我们想一下会有谁 根号1可以 根号1开出来就是1 可是如果是1好了 也不用加负号啊 那谁加负号会成立的 答案是 根号0 因为只有根号0 开出来还是0本身 这个是0 这也是0 0加负号还是0 对 只有这个成立嘛 不然其他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答案是0 重大发现了 所以x-2y-1-0 知道这对我们有帮助吗 有啊你看这里 2a-4y-5 a-2y-1-0 我把1移走 让你看一下 1移走变这样子 a-2y-1-1-1 1移过来嘛 变负1对 你看前面这个 2x-4y的这个 跟这边做对照 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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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倍 我把它乘2倍喔 2a-4y-4y-4y 乘2倍-2啊 代表说乘2倍之后是 2x-4y-2 看到没有 2a-4y-2 看到没有 2a-4y-2 看到没有 2a-4y-2 就休息了 老师也要去吃饭了 然后明天就准备去高雄了 听说去高雄现在都塞车了 想到新闻都在报 说高速公路 明天的车草跟初一一样 在恐吓我们 让我们不要出门 我们偏要出门 我们要给它塞在路上 我们要见证高速公路塞车的那种 那种情况 第12题 A为正整数 5小于 更号的39-a 小于6 知道干嘛 A为正整数 求A的可能只有几个 A有几个 A有很多个 到底有几个 好 这题目我们刚刚有做过类似的 我们已经再重复再练习了 看到更号怕不怕 不怕 不怕 对不对 平方就好了 都平方 所以 5也要平方 中间的也来平方 因为平方是更号的杀手 你派更号来 我就派平方来杀你 对不对 好残忍喔 不要这样讲 我说平方是很好处理更号的方法 它是个解决方案 对不对 所以5二次 5二十五 小于 二次方更号底掉 39-a 右边66 36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减那个 国一的不等式 对不对 怎么做 先处理39 通通通减39 应该用等量减法 我换个颜色的字好了 减39喔 全部减39 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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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25-39 对不对 25-39 25-39 -6 小于 -39 没有了 生负a 小于 36-39 -3 然后全部给它乘负号 乘负号箭头会转向 所以乘负号之后 它除了辨证之外 会转向 6 小于 6大于a 大于3 所以a的答案呢 从 它叫什么数啊 它说a答案会有几个 为什么答案跟它写的不一样 看看看看看看看 解析有错 简单有错 答案在a几个 a会从 4开始 4 5 2个 a就2个而已 答案a两个 哪两个 a会等于4或5 没有其他答案呢 我看为什么它这边会写错 为什么它的解答是有问题的 哪边出了问题 确认一下 39 a为正整数 对啊 等一下 我发现了 是老师这边的判断错误 不是解答错 来来来 这边改一下 哪边的错 因为这个开出来呢 因为这个开出来呢 a是个整数值 然后这个减完要开更好可以开 可以开就好了 所以它不是再去求那个 怎么讲 我们刚刚减39 减39 减39 其实我也减错 啊 是我减错了 方法是对但减错 糟糕 减错就毁掉了 这边错 用红笔定正 36-39 没有错 这这边减错的 25-39 就是39-25 其实够紧了 这答案是14 8是-14 对 红笔定正-14 所以错在这里 我刚才怎么写6 好 好 那全部都编好 乘复号 乘复号之后呢 编正14 所以14大于a大于3 所以这个时候来 这样就对了 好 他说a的整数减会有谁 a从哪边开始 从4开始嘛 45678到13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两个相减要扣1 为什么 因为头尾都不算啊 所以你的做法是 a会有几个 用14-3-1 答案是10个 这样对了 不是两个 两个是算错的 因为这边答案算到 算到-6去都不对了 答案是-14 好 小心 那个加减法 你老师有时候都会算错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 那个写到100分的同学 真的都很优秀 好 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 那剩下的题目的话 我们连续下期没上课 所以晚上之后都没课 我们就下礼拜 真的好好上课 好 上到这里了 拜拜